過肩長髮被燒傷 臉部更被大火燻黑 滿臉驚恐的台積旅客張新如 坐在月台邊等待救援 意外搭上港鐵縱火列車 驚魂未定 還原事發當時 港籍男乘客陳生 永救張新如 兩人都被困在第二道門邊 陳生看到張新如 皮膚燒傷 外套起火 趕緊拿起手提袋幫忙鋪火 到站後 並將他攢扶出車廂 作火嫌犯張錦輝 在月台通道上打滾 同一時間張新如 已經被救到旁邊 手提下的坐影區 醫護人員幫他敷上 降溫面膜 送醫急救 張新如目前還在香港 伊麗莎博醫院的ICU 便房裡面救聚 昨天照了X光 目前的意識是清楚的 但是無法講話 未來五天是重要的觀察期 家屬看到傷者之後 先前非常悲痛 但是看到一些數據了以後 感覺到他狀況是穩定的時候 就比較平穩 傳出張家有一包醫療專機 讓張新如返臺 香港醫院評估 張新如二度燒傷 目前插管 現況不適合運送 臺灣醫療專家認為 要看張新如生命真相 穩不穩定 有無感染 無論港臺醫治 都判給張新如最佳照護 記者張凱諒 華少平 陳韻文 邵月敏 香港報導 當